上期我们说了远古时代的蛇神 以及魔国和惊爵国的起源与覆灭 那么到了秦汉时期 牧尘珠已流落至古巅国 汉武帝在征服古巅国后 向其索要牧尘珠 献王找到机会 带着牧尘珠和一份龙骨天书远射巅 巅王无奈 只能做了一枚影珠献给汉武帝 因此后世留下了牧尘珠 陪葬汉武帝茂林的记录 但实际上并不是 之后献王征服了云南 蛇龙山一带的移民 他通过牧尘珠看到了 恶罗海城的幻象 以为那是神仙的居所 于是一心想要师姐成仙 开始大兴土墓修建献王墓 并预言未来会有三名 接引童子引他成龙登天 但他估计怎么也没想到 这三人会是送他上路的摸金校尉 献王死后 如愿口喊牧尘珠下葬 他的手下从此分崩离析 其中有人将献王墓位置 绘制在人皮地图上 献给了滇王 这份地图最后被埋入了滇王墓中 后来这个墓被谢灵力士 陈玉楼所盗 人皮地图就落到了陈玉楼手中 时间到了宋寮金元时期 这段时间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西夏全臣 在黑水城通天大佛寺 为自己修建灵墓 但因被西夏李氏所杀 未能入葬 之后西夏被灭 西夏皇室将龙谷天书和其他珍宝 葬入黑水城通天大佛寺的空坟中 第二件是蒙古灭西夏后 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打听的小道消息 说西夏拥有牧尘珠 于是就派遣一名大将前来搜索 这个大将能力不行 追寻许久才得知牧尘珠 在黑水城通天大佛寺的空坟里 当然我们前面说了 牧尘珠并不在里面 里面只有一块龙谷天书 大将本想挖开黑水城 但他又在此时被派去湘西征讨洞仪 再之后 大将在征讨洞仪时战死 埋在了平山 死前将自己寻找牧尘珠的经历 刻在了牧室的壁画上 第三件大事 就是金代墓为将军死后 被葬于中蒙边境的黑风口野人沟 就是胡八一在《金诀古城艺书》中 盗绝的那一作 到了清朝时期 摩金一派出了一位奇人 张三爷 张三爷一人挂三枚摩金符 倒发了西周古种 发现了周天古挂 并以此为影写入阴阳风水之书 创作了一本奇书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 此书分为阴阳篇和风水篇 阴阳篇是周天八卦 用于战步推演 风水篇则是寻龙诀和分经定学之书 但此书夺天地之秘 张三爷恐损阳兽 就毁了阴阳篇 只留下半本传于后世 张三爷这一生一共有四个徒弟 分别是飞天酸泥 铁墨头 金蒜盘和阴阳眼孙国府 张三爷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残卷 传给了不愿做摩金校尉的孙国府 三枚摩金符则传给另外三个徒弟 并告诫他们摩金校尉何则生分则死 这旧时代的摩金铁三角 完全不输胡胖阳三人 飞天酸泥 善于分经定学 风水堪雨 金蒜盘精通五行八卦机关暗器 铁墨头身手强悍 铜皮铁骨 三人凭借所长 通力合作是无往不利 那一年 他们打算到洛阳附近的一个大墓 在机缘巧合下 三人走散 就在分头行动的过程中 铁墨头不幸身死 飞天酸泥大受打击 就此出家为僧 法名了臣 金蒜盘则在黄河一带行商 不过他表面行商 暗地里却在继续捣抖 几年后 金蒜盘在杨县方家山 见到一位孤儿 取名杨芳收为弟子 金蒜盘因为自己还要盗墓 就没把摩金符传给杨芳 而是传给他一条 四冷七节的大士鞭 再后来 金蒜盘孤身死在龙岭 弥窟之中 他的尸体和摩金符 后来在龙岭 弥窟一书中被胡胖二人发现 至于他的弟子杨芳 未寻师父 学得一身绝技 在江湖上闯出赫赫威名 人颂外号 大神鞭 因其没有传承摩金符 所以他并不是摩金校尉 关于杨芳的故事 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看天下霸畅写的 四神斗三妖系列 另一边拿着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的孙国府 为救村民胡国华 深重尸毒 孙国府自知命不久矣 便收胡国华为弟子 传其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 多年后 胡国华移居到洞庭湖畔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风水先生 还和蛇姑少有过几面之缘 到了1950年8月1日 胡国华的孙子 在福建某家医院中出生 由于出生在建军节 因此得名胡建军 但因为崇名太多 后改名为八一 而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这本书 也历经了两代人 最终传到了胡八一的手上 那个时候的中国百废待兴 胡八一这个热血青年 选择了参军入伍 报效国家 好巧不巧 胡八一所在的部队 被派去了昆仑山挖军事攻势 在一次勘探任务时 胡八一所在的队伍中 有一名工程师 师族坠下冰川摔死 随后胡八一等人 开始挖掘地面 想要掩埋同伴尸体 结果他们意外挖出了 古代魔国的护灵妖物 达朴鬼虫 这是一种透明的小瓢虫 它有两种形态 一种叫无量夜火 一种叫奶穷神兵 无量夜火在原著中比较常见 它会发出蓝色的火焰 人只要接触到一点 就会在瞬间被烧成灰烬 至于奶穷神兵 全身则是银白色的 怕可是接触到的人 瞬间冻结成冰霜 然后粉碎成冰尘 而这一次 胡八一等人遭遇的 就是无量夜火的鬼虫 很多人都死在了蓝色的火焰当中 更惨的是 在混乱中 被火焚烧的人 枪械走火误杀了几个同伴 同时枪声还引发了雪崩 幸存的胡八一几人被大雪冲进了地下冰凤 在顺着地缝寻找出路的过程中 他们见到了布满古师与达朴鬼虫的九层妖楼 在历尽千辛万苦后才侥幸逃生 整个部队到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人 而这段经历也成了胡八一心里永远的痛 再后来 胡八一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在战争中 胡八一为了替死去的战友报仇 对敌军实施了报复行动 最终 胡八一因为触犯军纪而被遣返复原 而在被遣返之后 胡八一自觉无言再见父亲 于是便在街上四处游荡 正好巧遇了曾经的好兄弟兼发小王胖子 两人互诉中长 一拍即合 当即决定去北京倒卖磁带 结果运气不好 磁带没卖出去 又遇见了城管 两人一路逃窜 误打误撞 闯进了古玩市场潘家园 还因此结识了倒腾古玩生意的大金牙 大金牙看出胡八一身怀风水秘术 又懂得分金定学 便鼓动他和王胖子做了摸金校尉 胡八一和王胖子作为新手摸金校尉 第一站 他们就到了黑风口的金国将军墓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座 此事过后 他们又在大金牙的引荐下 准备跟随陈教授和雪丽阳 去寻找金爵古城 而雪丽阳之所以会如此执着于金爵古城 这就得从班山道人的一段往事说起 民国年间 班山道人人才凋零 最后一代班山首领 遮姑少带着师弟老洋人 师妹花灵来到湘西平山 想要寻找牧尘珠的下落 即见遮姑少结识了谢领派魁首 陈玉楼与红姑娘 他们历经万难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其中遮姑少的师弟师妹 以及陈玉楼的几百名手下 都死在了这里 最终 他们找到埋在平山里的 元代大将军古墓 但是很可惜 牧尘珠并不在这个古墓里 但好在 遮姑少在大将古墓的壁画上 发现了新的线索 线索告诉他 牧尘珠很有可能 就埋在西夏黑水城的 通天大佛寺中 其实陈玉楼很想劝他 不要去什么西夏 留下来和红姑娘成亲 好好过日子 但遮姑少 碍于自身诅咒未解 寿命不长 害怕耽误了红姑娘 便婉言谢绝了陈玉楼 分别前 陈玉楼和遮姑少立下重视 遮姑少若取到牧尘珠 解除了族人的诅咒 必定折返迎娶红姑娘为妻 与陈玉楼互相扶持 共谋大事 若有为此约 就一个瞎眼 一个断臂 结果 一语成谶 遮姑少在告别了陈玉楼后 想去盗掘西夏黑水城的 通天大佛寺 但光凭班山道人的本事 可以说是难于登天 所以遮姑少 想要学习摸进校尉 那套分经定学的本领 好巧不巧 遮姑少 遇见了胡八一的祖父 胡国华 胡国华告诉遮姑少 当今世界上 还有两位摩金校尉 一个是不知道在哪的 老二金算盘 一个是已经出家了的 了陈长老 老大飞天酸泥 于是遮姑少几经周折 最终拜了了了陈长老为师 成为了一个 拥有双学位的盗墓小能手 只可惜时间紧迫 了陈长老 无法在短时间内 让遮姑少学会摩金秘术 于是他再次罔顾师父 张三恋子的训诫 挂上了摩金符 与遮姑少一同前往黑水城 路上 他们还结识了美国神父托马斯 一行三人来到了宝藏遍地的黑水城遗址 然而他们翻遍了整个墓室 也没找到墓尘珠 更惨的是 他们还遭遇了黑佛虫育 这种半虫半育的物体 是由无数细微的黑色昆虫构成 平时他们一动不动 但只要附近存在温度明显高于环境的生命体 他们就会跟随热量运动去攻击那个生命体 而且他们奇毒无比 还带有很强的腐蚀性 就在躲避这些黑佛虫育的过程中 辽辰长老不幸身亡 他在临死之前告诉遮姑少 让他去找自己的师弟精算盘求助 并把自己保留的两块摸金符交给了遮姑少 遮姑少含泪答应 只可惜遮姑少的手臂也被毒虫腐蚀 为求保命 遮姑少选择自断一臂 在埋葬了了陈长老之后 遮姑少在黄河沿岸遍寻精算盘无果 随后他返回湘西 却又得知红姑娘因为瘟疫不幸离世 好兄弟陈玉楼更是下落不明 遮姑少在心灰意冷之下 最后选择跟随托马斯神父去了美国定居 他也就是我们女主角雪丽扬的外祖父 那么陈玉楼又为什么会下落不明呢 原来在遮姑少走后 陈玉楼想起自己曾经在滇王墓中 得到过一张人皮地图 地图记录了云南县王的古墓位置 陈玉楼认为墓中肯定藏有大量金玉财宝 于是就带着兄弟去了云南重谷 结果还没见到墓葬 就被林中的瘴气所清 因为双眼中毒 他不得不将眼珠挖出以求保命 经过此事之后 陈玉楼自觉无言再见谢领弟兄 于是流落江湖靠算命为生 后被人称为陈瞎子 哎 果真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湘西一别之后 他们一个瞎眼一个断臂 终其一生再未重逢 咱们又说回蛇姑少 他去了美国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嫁给了华尔街大亨杨玄威 杨玄威为了解除妻子和女儿遗传的诅咒 便带队去了新疆 寻找惊觉古城和鬼洞的线索 结果一去不复返 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 雪丽扬这才准备去惊觉古城一探究竟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雪丽扬找到了学识渊博的陈教授 并通过大金牙的引荐认识了胡八一和王胖子 这一行数人便朝着新疆的惊觉古城进发了 而由于在此期间他们凝视了鬼洞 所以背上都出现了眼球状的图腾 如果不解除诅咒 他们就和班山道人一样 将在四十岁左右痛苦死去 为了找到解决的办法 他们开始查阅了解各种文献资料 胡八一推测 牧尘珠应该在云南献王墓里 但是献王墓只是一个传说 根本无从找起 然而就在这时 他们碰见了年老的陈玉楼 也就是陈瞎子 陈瞎子掏出当年的人皮地图 上面所指的正是云南献王墓 于是摩金校尉三人组正式成立 雪丽扬拿出遮孤绍 留给他的两块摩金符 胡八一拿出龙龄古墓里 金算盘身上的那枚摩金符 这世间最后的三块摩金符 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后 终于重新聚在了一起 正所谓摩金校尉何则生 分则死 胡八一 雪丽扬 王胖子 佩戴好各自的摩金符后 发誓三人要永远相扶持 共进退 随后他们前往云南 在经历各种诡谓离奇的事件后 终于找到了已经和现王人头 结为一体的牧尘珠 那么在找到牧尘珠之后 胡八一三人在机缘巧合下 去往了西藏探险 他们此行首要的目的 是找到昆仑山下的魔国 把牧尘珠放置在祭坛上 解开这千年的诅咒 这里大家肯定会好奇 为什么胡八一 不去惊觉古城的鬼洞 解开诅咒呢 很简单 因为鬼洞被沙尘暴霾了 所以没办法 只能找魔国了 胡八一三人也很顺利的 在神罗沟古兵川下 挖到了九层妖楼 所谓的九层妖楼 就是魔国历代君王 林寝的殡葬形式 既然找到了九层妖楼 那么就说明 离魔国也不远了 当然 胡八一也再次遭遇了 守护魔国林寝的妖狼 和打普鬼虫 在经历一番恶斗之后 胡八一等人 通过妖楼下的暗道 以及冰川下的暗河 顺利找到了魔国的主城 恶罗海城 不过 他们很快就发现 这并不是真正的恶罗海城 而是轮回宗 利用第一代鬼母妖童中 残存的恶罗海城幻象 投射到现实的一座 镜像之城 真正的恶罗海城 在当年的山体变动中 就已经沉入了湖底 于是他们退回去 在湖下的地底世界 找到了真正的恶罗海城 并寻到了 记载着魔国历史的 线索与祭坛 最终他们三人解开了 有鬼动引发的千年诅咒 在离开魔国遗迹后 胡八一呢 也决定金盆洗手 同雪丽扬去往美国生活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胡八一三人 很快将迎来新一轮的冒险 以上就是鬼吹灯 第一部简化后的主线内容 那么第二部 从黄皮子坟到乌霞观山 咱们会一本一本挨着讲解 也希望观众们能够多多支持 点赞一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